如果说从最乐观的角度来理解部长的意思 就是说到今年暑假我们开放出国之后 回国免隔离是可以期待的是不是 对是有这个可能性 阿中部长12号在立院的这番话 不少人眼睛为之一亮 毕竟真的闷太久了 可以准备买机票了吗 那我认为到暑假的时候 其实世界的疫情应该是会往下降 当然有一些变异数再出来 我们就不敢说 其实还是余待保留 毕竟时机还没到 陈时中说得看双方国家疫情对等性 如果平稳程度都一样才可能免隔离 若影响比台湾更低 检疫会再放宽 旅行业者说已经摩拳擦掌着手准备 日本韩国新加坡或许有望飞一波 尤其像台湾人最喜欢去的日本线 那参业出的时候就把这些所谓的旅行社 一些的驻外的人员 通通开始回去日本了 那回去日本的情况之下 第一个要收集所谓的 所谓当地现在目前的状况 一些防疫的政策 有业者先前提出357松绑建议 逐步开放商务客入境团体自由行 7月更开放国人跨境旅游团 但现在本土疫情延烧 这计划似乎不受影响 那或许这个按照这个漫游 一步一步来走 说去实在有可能在6月份 还搞不好还提前 会达标这个模式 如果说理想上5月中到达高峰 然后就能够控制下来的话 大家都有遵守防疫措施 居家隔离那些后 也都实行得非常的熟练 那我想应该就没有问题 医师虽然觉得OK 但认为若国内这波疫情 拖得更久 出国免隔离措施 就得再等等 民众坐等政策出炉前 恐怕防疫仍是得滴水不漏 TVBS新闻黄冠尾 徐云霆台北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